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他們在這個會議上 在G7的這個會議當中 禮拜天我們看到 他們還要一派輕鬆 那麼大家要拍照的時候 Boris Johnson那時候還說 我們要脫外套嗎 加拿大的總理杜魯道說 我們要打赤薄騎馬 這個就是在酸普丁的 然後就連馮德萊恩也尬一腳 說騎馬的最讚 然後英國的強森還說 必須要展示我們的胸肌 大家在那邊哈哈哈哈 今天來到總理的時候要騎馬 其實強森還有說 應該展現我們要比這個 普丁更強悍 就是大家圍著一張桌子 然後幾個G7的領導人 你一言我一語的 然後杜魯道 Johnson 然後馮德萊恩這樣子 對 這是在諷刺普丁啦 毫無疑問的 因為普丁每次都是要這樣子 秀肌肉 他就是上半身 打刺膊嘛 對 你看他的確是那個 年紀已經六七十歲了 但是還是精壯的身軀 都比我們還要好 我是直接感到汗顏慚愧啦 但是他的這個肌肉 反而變成 你看這幾個國家的領袖 在那邊揶揄的對象 我看強森如果把西裝脫下來 恐怕慘不忍睹 這個跟他的髮型一樣亂 這個他身陷派對門事件 都不敢脫西裝了 更何況是在這個正式的國際場合 所以只能拿這個當作一個話題 去消遣普丁 所以其實看來只有那個拜登沒有接話 要不然你看其他英國啊 然後這個幾個加拿大 都好像把這個當成玩笑 我真的覺得說 這麼正式的一個場合 然後你要嘛就是通過一些 因為他們在這個G7的時候 已經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日本 已經禁止俄羅斯出口黃金嘛 想要斷普丁的財源 因為這個影響到去年 他們就是145.56億的 這個美元的黃金 是對俄羅斯一個很大的一個收入啦 那你在這個做這個決定之前 先這樣子開個玩笑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們是想要對付俄羅斯跟普丁 因為俄烏戰爭 但是用這種 我覺得不是難登大雅之堂的玩笑話 我會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而且你們幾個老男人 除了杜魯道跟那個馬克宏 算年輕人之外 幾個大叔說要脫外套 赤裸著上身 然後起碼那個畫面很難想像 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Boris Johnson 175公分 108公斤 他有這麼重嗎 亮哥 有有 他2020年 那個新冠出院的時候 有做了一個測量 我看不出來他有108公斤 那個時候就顧出來的數字 所以他沒有拖給你看 不是啊 但說真的啦 大家會想看嗎 重點是 我會想看那個杜魯道跟馬克宏 老實說他們兩個真的 在我自己的眼光 我覺得他們兩個比較帥 然後又年輕 可是他們兩個如果沒有的話 我幹嘛看拜登啊 他上禮拜還跌倒 沒有摔斷的肋骨就不錯了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介大使 其實脫下了這個上衣 秀肌肉 普丁當然要展現出 他一個強人的形象 但是你要成為一個強人 要展現那樣的形象 不是你們脫一脫衣服以後 就可以展現得了的呀 要看你們做了一些什麼 不是嗎 對 這個肌肉 像以前我們 這個美國有很多這種肌肉男 肌肉的 對 那些喔 那些都是喔 只有肌肉沒有腦 腦子很小 這個做領袖是靠腦容量要大一點 不是看他肌肉 所以這些西方領袖 我覺得真的是 怎麼講呢 一窩不如一窩啦 這個相當差 水準相當低 水準相當低 我覺得 尤其這一批 拜登帶的這一批 跟他那些歐洲小兄弟 真的是水準很低 我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像是G7 或是這種大的 領導人的聚會 有看過類似這樣的對話 對 以前你像法國總理走出來 像希哈克 還有再加他以前那個 以前法國的總理走出來 總統挺有樣子的 德國像Mercule的話 也是走出來 不怒而威 對 現在這些歐洲這些領袖 看起來看到拜登以後 都跟老鼠見到貓一樣 水準太低了 金磚五國 現在說有沒有可能 要變成七國集團 所以金磚五國 當我們都在看中國 俄羅斯 現在如果要壯大聲勢 不無可能 他有四個候選國 那現在七國只有講到增加兩個 最有可能是阿根廷跟沙烏地阿拉伯 阿根廷印度有意見 印度認為他是中國的附庸 我跟你講 金磚國家我做一個預判 印度一定越來越像歐盟中的英國 就是個搗蛋鬼 那後來歐盟就非常火大 英國老師在那邊扯皮 他要把美國的立場拉進來 那未來印度也是如此 因為印度他最大的目標 就是不要讓中國主導 可是你現在拉近的國家 很可能都跟中國比較好 因為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我跟你講 你在拉什麼印尼 恐怕也是如此 就是因為印度沒有那麼大的能量 跟人家很好 蘇地阿拉伯 本身將近25的石油 是賣給中國 你怎麼可能不好 對不對 那阿根廷更不用講 阿根廷跟中國的關係 更直截了當 那他跟中國的五年計畫 都對接了 所以印度當然會怕這種狀況 可是印度怎麼防都沒用 因為怎麼拉 你只要擴容 竟然的力量都是親中的 那問題是 金磚五國都比較偏向 在經貿的合作 對 印度在經貿方面 應該比較不會有意見吧 不是啦 因為隱隱約約 現在俄羅斯跟美國關係 太糟糕了嘛 所以現在隱隱然就是 金磚這個系統 有人說他就是要跟 G7提出對岸的 當然我認為不會是對抗關係啦 可是印度還是不希望 有那樣的東西出現嘛 比如說北京宣言 我不認為印度會全部接受 他雖然沒有反對啦 那反正印度常常這樣啊 那通過的東西他也不一定會做 不過說實在的 如果你要講說經濟的規模 那還是有差一截啊 金磚 有差一截沒有錯啊 對啊 可是理論上他可以擴容到很大 對就是說他現在其實是開始在什麼 在起跑 然後呢要擴大階段 就是成長不斷的要壯大 但是如果你說卡的一個印度 那印度有意見的話 就做不到了嗎 可能這個就會受阻了嗎 你的看法你覺得 如果他們也是共識局啦 那印度就常常會扮演這個角色 好 介大使那您同意嗎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裡面就是新的會員 大概大家另外 當然前面五個要來 要協調的啦 那現在有四個國家 就是說可能的 就是說阿根廷 沙烏地 印尼 還有伊朗 大概有四個國家 這個就跟俄羅斯本來要搞八國聯盟的 你那個G7嗎 他說八國聯盟 這個是俄羅斯曾經提出來 後來他們就說算了沒有這個 他們就要從現有的這個基礎上擴大 那俄羅斯先比較重視的 大概就是金磚還有上河 然後就是他的那個歐亞聯盟 歐亞聯盟 那安全上就是說他所謂的這個 這個這個他有一個叫 集體安全組織 那這些部分他做擴大 俄羅斯事實上他的影響力 是在伊朗跟這個印度 那印度跟伊朗之間的關係非常好 你知道印度的這些 上層的這些 最上層的領導人 他們祖先都是伊朗人 他們跟伊朗關係非常深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誰 可能伊朗也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 可也可能很快會加入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